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iPhone 5s iOS 8.4.1 它的速度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今天來做一個速度測試 它是一個全新安裝的系統 即是沒有安裝到其他第三方的Apps 全部都是原裝跟機系統 先看看 8.4.1 沒有安裝到其他Apps 只是安裝了一個就是Geebench 3 先看看 8.4.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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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它的螢幕可能有些老化或出現的問題 就會令到很多機器 5s或5c都會出現一個紅印的 8.4.1 8.1 它的速度是2531 多核 我們可以比一下其他 我們比一下其他 2525 其實差不多 可能因為這部機器是全新安裝 沒有安裝到其他垃圾 沒有安裝到其他垃圾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平均值高一點 我們稍後就和大家看看 當機器升級到IOS 9.0.1之後 它的速度會是怎樣 它現在推出了最新的IOS 9.0.1 其實大家都投訴 升級了IOS 9.0之後 它的速度會變慢 我們都和大家看看 同一部機器升級了IOS 9.0.1之後 它的速度是怎樣 大家記住留意 好 大家好 這部iPhone 5s 就已經升級了IOS 9.0.1 我們看看 iOS 9.0.1 好 好 那之前呢 在IOS 8.0.1 裡面呢 它的Benchmark 會大約是2530 左右 那很多人都說 升級了上IOS 9.0之後 那部機器是 5s是窒了 慢了 那我們看看 那在CPU 或者其他裡面 有沒有影響到它 令到這部機器慢了 那現在 我們先把背景App 關掉它 除了Geybench之外 沒有其他第三方App 我們看看這個Benchmark 用來的 我們看的 用來的 我們看的 可以看到 這個 跟我們看的 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間 上升級 我們可以看到 有的 這個 這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2511 剛剛iOS 8.4 2530 2531 慢了1% 1%左右 但這1%你會不會感覺到 一人二二 但其實我現在 如果用一部全新的系統 動下去其實 跟8.4 沒什麼分別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看你會不會想著升級 它會有大約1%的差別 如果大家想繼續留意下 其他資料 歡迎去瀏覽我們的 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